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雪 今天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Crash Fever 跟神魔之塔合作 第二次合作的三大獎之一就是圖靈 那這張卡到底強不強呢 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它的隊長技能的部分是 瑞瀉戰略 那主要就是隊伍中只能放機械族 或是說只能放機械跟人族 所以說你不能放機械跟人族以外的成員 但是可以放不同屬性的 那全隊的話呢 雙隊長是16倍攻1.69倍的血量加成這樣子 然後新珠兼具50%所有屬性服飾 雙隊長的話就是新珠兼具100%這樣子 所以轉星卡在這一隊裡面 可能就是蠻好用的 會蠻好用的這樣子 那我們看它的隊伍技能 發動隊伍攻擊前呢 這個會對全體造成這個 它的生命力乘以15倍的目屬性傷害 那就有點類似巴龍 巴龍每次攻擊前呢 都會有先噴一下職傷嘛 那它的話 如果說這隊的血量大概3萬左右的話 那每回合就是會噴這個 45萬的目屬性職傷 血量因為有1.69倍加成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達到3萬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 加上目屬性血量本來就是偏高的 然後呢它這個職傷呢 非常適合拿來解一些隱身盾這種 如果關卡裡面有隱身盾的話 那這個圖靈呢 它就不用另外再多一些 多帶一些職傷卡 它的隊伍技能就是可以直接破這個隱身盾了 那這個條件的話就是要以這個圖靈當雙隊長 另外呢隊伍中只能有機械組成員 所以說如果你放巫女系列的話 人族你放人族在裡面的話 就不會發動這個隊伍技能 這邊就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圖靈這個隊伍呢 最好還是以全機械組為主會比較好 除非這個關卡不需要這個職傷攻擊的話 你就可以放入這個人族成員 像巫女系列就是它很好的隊員去增傷 那第二個隊伍技能呢 就是將我方的回復力兩倍加入自身攻擊力 那我們以鐵拐裡來講好了 因為鐵拐裡是機械組嘛 以它的三圍來推算的話 血量非常多但是攻擊力不是太高 回復力大概是400左右這樣子 所以呢如果將我方回復力兩倍加入自身攻擊力 基本上都是有1.5倍以上的增傷啦 它這個倍率16倍雖然有點低齁 但是其實它這個回復力加上去有點類似水屋這樣子 但是回復力並不會變成零齁 只是把它攻擊力再提高 所以它的倍率應該是會更高 加上又有這個新珠兼具 100%所以呢它這隊傷害其實應該也是蠻可怕的 那發動條件的話就是要以這個圖靈當隊長及戰友 那放人族也是有這個第二個隊伍技能效果的 就是放入巫女的話你一樣會有這個回復力兩倍加入自身攻擊力 那如果再開水屋的話可能就會再加上去 這個也不太清楚 因為這個等實際出來之後才測試才知道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看它的主動技能 最終萃蟹行動綱領 超級饒舌的 那CD7齁 CD7不長也不是太短 有三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水火轉成新牆 那這隊的話因為新珠是主要攻擊珠 因為新珠兼具所有服蝕效果 而且它就是新強化 所以這個第一個效果非常適合的就是做給它 那第二個效果就是引爆所有場上所有光暗 會掉落這個水火木牆 那這個效果有點類似我們之前的龜爾 但是龜爾是會掉落水火木新牆 不過沒差反正它水火已經轉成新牆了 反正第二個效果就是一個炸板 那引爆一粒的話就會減少4%傷害 那最多是可以減到40%傷害 是你場面上的光暗珠的量而定 那這個減傷效果持續兩回合 那這一次CF合作其實它的卡很多技能都是持續兩回合的 那第二個效果就是一個減傷的效果 然後第三個效果就是兩回合內 一樣也是跨回合 會有一個8秒轉租會讓你比較好轉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技能是很強的 除了CD7可能有一點點偏長以外 我覺得這個技能是非常好用的 可以用來解這個水火木強化 又可以用來爆發 又可以減傷又可以增加轉租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的主動技 就算不是放在他自己的隊伍裡面 我覺得放在其他木隊呢 也是一張非常好用的功能卡 另外呢我覺得這張卡應該蠻適合玩複製人的 因為它的技能非常的強 而且有多種效果 我覺得圖靈戰車應該會是一個不錯的隊伍組合 所以呢我覺得這張卡一定 大家一定要抽到 不過呢官方有功夫這張卡的抽獎率 應該是只有一%非常低 那到時候呢我就會抽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